新美食领口出现 猕猴 啪啪噪 在社区还有健身房等处逛大节 被不少民众直击 最后还溜进餐厅里 动保处人员赶紧前往捕捉 奋战了四个小时 最后用麻醉针才成功抓到了猕猴 而动保处人员研判 这只猕猴可能是私人饲养 但依法规定 猕猴是禁止饲养的动物 最高可以开罚25万 我出家宝家人 餐厅内天花板层架上 怎么有一只体型肥瘦的猕猴 在上头钻来钻去 不速之客把大家都吓坏 进去 侧头倾听 似乎对人类指令不陌生 就怕猕猴跑掉 餐厅人员绷紧神经 店里门窗统统关紧 等待动保人员来捕捉 工具王子梯子全准备好 动保人员把猕猴逼到角落 但只见一个棕色身影 一闪而过 现场一片混乱 好几位动保人员忙得团团转 因为猕猴实在太会跑 一二楼间不断跑来跑去 大伙一路跟他搏斗 从上午11点多 奋战到下午3点多 整整4个小时 最后出动麻醉针 才成功将他逮捕 中午大概五六千块吧 黄金营业时段 猕猴这么一闹 店家生意也不用做了 只是这只猕猴到底从哪来 28号就有民众发现他现身 新北林口某社区 29号早上7点多 直击他现身在健身房间 接着一路往北10点多 餐厅一开门营业 他就闯了进去 台湾猕猴为动保法 第八条禁止饲养的动物 为止最高可处25万元罚款 东保出演判附近大楼林立 这猕猴可能是民众饲养逃逸 这回警民动保人员互相合作 猕猴短短两天在林口趴趴走的旅程 才划下句点 记者为胡卫伦 新北市报道